当我们把函数定义完成之后 函数实际上是不能直接运行的 它只有经过调用才能够得到运行 那怎样去调用一个函数呢 它的语法就是函数的名字 小括号小括号里面是实际复制参数列表 什么意思 就你在声明的时候有几个参数 你在调用的时候就传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那你比如说我们在上次课的代码当中 这是我函数的定义 定义完成之后 当我readmodel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因为函数只有定义是不会运行的 它只有在调用才可以运行 所以咱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去进行修改代码 这个叫什么函数的调用 怎么调用 你只需要把函数的名字写上就行了 然后给人家传一个实际的参数 你比如说我在这传次 传四实际上它就是计算四的阶层 那我们这回再来运行的时候 你看一下 没有结果 为什么没有结果 因为你没有进行打印输出 它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局 不就是刚才咱们上有个计算的24吗 你要把24去存储到一个变量当中 然后呢再对这个变量进行打印输出 这回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 这回是不是就有结果了 结果是24 所以那现在的话 我们看一下 你这个是求什么 这个是计算的叫做4的阶层 那我如果说 你函数定义完成之后 不是可以调用多次吗 对啊 函数定义完成 你可以调用多次 FACT 我再计算5的阶层 我复制 我再去计算6的阶层 我再去计算7的阶层 是不是 调用几次 这4调用一次 5调用一次 6调用一次 7调用一次 然后现在我们来运行程序 看到了吗 4的阶层 5的阶层 6的阶层 7的阶层 所以我们一个函数定义完成之后 它可以干什么 调用多次 说每次使用函数 可以提供不同参数作为输入 你看 我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的参数分别是4567 而4567就是不同的参数 那你传入不同的参数 它对不同的数据进行处理了 然后呢 函数调用执行之后呢 将反馈相应的结果 而我们这个相应的结果 第一次把相应的结果 存储到一个叫RES变量当中 然后呢 输出变量的值 那么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我们都直接输出这个值 并没有往变量当中存 这也是可以的 那么函数的执行 它就跟咱们那黑核是一样的 就是黑核是什么意思 你把四周都糊上 粘起来 你看不见里面的内部的东西 但是呢 你只需要提供参数和输出方式就可以了 那你的4567就是参数 输出方式不是打印的输出吗 那这个就是函数的一个调用 那我们再具体来说一下 函数啊 一般分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首先要把函数定义起来 这个是一段代码 使用DF保留字 将一段代码定义为函数 这一段代码可以是N多句 那你在定义的时候 需要提供函数的名字 参数的名字 以及参数的个数 刚才咱们在阶层的那套题当中 参数个数不就一个吗 不就N吗 然后使用参数名称 作为形式参数 站位服务 编写函数内部的代码功能 那我们在这套题当中 这个N就是那个形式参数 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函数当中 所有需要用到N的时候 我们是都用的N取代替的 对吧 实际上这个N就代表一个实际的数 但是这个数是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 只有调用的时候才会知道 所以在定义的时候 相当于站位服 那么函数定义完成之后 是不能执行的 函数只有调用才能够执行 我们是通过函数的名称 去调用执行函数的功能 你在调用的时候 需要给实际参数金复值 你看我复的值是五十二十 在我的这块代码当中 我附的是四五六七 那这个四五六七就是实际对应的值 在你函数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都会以你传入的这个具体的值 会执行计算 然后呢你去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执行函数 当我们将这个实际值传入到函数内部的时候 那么函数内部就将使用这个实际值去进行计算 有结果的话 则会将结果返回 那这个返回咱们会用到一个关键字叫return 它决定是否有返回结果 如果没有返回结果的话 return是可以不写的 也就是程序遇到这个return的时候 它就知道我程序执行完毕了 在编程当中 我们都会大量的使用函数 那么这种已经成为一种编程的范式 叫做函数是编程 你比如说print函数 我们是使用过的 像这个type函数 我们也是使用过的 它可以去干什么 去获取这个对象的一个类型 还有我们在字符串当中 使用过ren 求字符串当中字符个数的函数 对吧 所以在编程当中会大量的使用这个函数 那你一定要把它掌握了 函数的主要思想 就把程序过程尽量写成一系列的函数调用 就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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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功能 然后最后我们去调用函数 去实现一个大功能 那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编写更加简洁 而且易于理解 它一般是中小型 模型软件项目当中最常用的方式 就叫函数式编程 把功能封装成函数 那然后呢 在这的时候告诉我们 在Python当中函数也是有类型的 你比如说我的hello就是str类型 98是个int类型 98.5是个float类型 在Python当中每个对象都有类型 函数也是一个对象 所以在Python当中一切接对象 那么在Python当中有一个函数啊 叫type 它可以去获取函数的类型 那函数采用其定义的名字表达具体为function的类型 你看一下这个我定一个函数叫f 然后当我去把f传进去的时候 它告诉我是一个什么 方式 是一个方式类型 那然后呢 这个函数它给你ret x加1 那它ret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它ret出去的结果是一个int类型 为什么呀 因为我这块f 我写什么f小括号 因为我传的是1 而1是一个整数 你在这整数加整数的时候 结果依然为整数 所以如果只写函数的名字 它计算的是函数的类型 是方式类型 如果你在这写个f小括号 一这是函数的调用 那么它返回的是这个return结果的数据类型 在python当中最小的函数 可以不写任何表达式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你只写一个df f是函数的名字 然后这个pass 这个函数当中一句代码都没有 只有一个起不了任何作用的站位符叫pass 那它既然是起不了任何作用 它肯定的有点作用 不让我写的代价 对不对 对它的作用就是保证语法完整不报错 实际上这个函数是没有任何功能的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头这样去给你写 我去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做control加s 先保存一下 这个叫做5.2 tess最小的函数 这个f是函数的名字 你叫什么都行 冒号pass 这就是最小的函数 是没有任何函数代码的 然后呢 你在这里去运行的时候 当然也没有结果 因为函数只是定义了 没有调用 实际上你就是去调用它 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没有函数体 函数体当中只有一个站位符 pass关键字 保证函数不报错 那这就python当中的一个最小的函数 就是里面只有一个站位符 叫pass